欢迎观看九云新闻 这是一条突发消息 它是关于中国的明星郑爽 此前郑爽因为偷税勒税事件 被中国的当局罚款接近3亿元人民币 并且要求兴起缴纳 近日里 彭帅因为在本夜初 发布1500只微博长文 控诉中国的前五国家副总理 张高丽使乱终起 最终在中国境内被严格审查 接受到了 但是却微博长文 接受到了国际社会和国际媒体等 相关机构的普遍关注 北京当局在面临重重的压力之下 从上周六开始 陆续向国际社会和相关媒体 释放有关彭帅的积极信号 尽管相关的结果不尽人意 但是总算有进展 这一点值得欣慰 同时这样的局势使得遭受打击的 正爽看到了一丝机会 从昨日开始 一则有关正爽的推文的截图 在中国境内的社交群内 和相关的国际社群中疯狂的流传 在这个推文的截图中显示 正爽提到 我只想知道要我父母做选择 我要一条腿 还是要三个亿的说法 这是不是和政府的本意 完全可以通过补缴的方式 为什么要硬要复合官方杂志的故事 我年近90岁的外婆 及我关联的所有人都受到打击 责任就是互相威胁 互相爆料 互相威胁吗 我爱我的国家 但却不溺爱 他这里指的是旁帅 被中国销声 因为我们的政府害怕真相 他们每时每刻都在欺压人民 看到了以上推文的内容 我们的小编又在推特上 找到了最新的推文 他们显示 邓爽提到 我不想浪费大家的时间 和大家的注意力 我在Devinder是安全的 我想让你们知道 麻烦是否得到了姐姐 我叫郑爽 我描述的情况既得何时 彭帅因发布敏感内容 所以被禁言 不涉及任何政治原因 针对以上 很多网友评论到 彭帅发文控诉张高丽 是为了和张高丽在一起 得到男女之间的生活 这是平常百姓 都希望的是 你现在来趁热点 说白了 就是为了翻身 我看你翻身是不可能的 倒是有可能走向造反的节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